孩子发育迟缓 如何改善 13个月女孩 身高62.5厘米 体重6.2公斤 医院诊断严重矮小 正常身高69.8厘米至81.2厘米 体重7.6公斤至11.9公斤 到目前没长牙 医院让赶紧检查脑垂体 核磁共振 生长激素 骨铃拍片 染色体 抽血 心脏采钞等一系列检查 让赶紧查了赶紧治疗 说治晚了会严重影响以后的身高 因宝宝太小 我 妈妈 觉得这样的检查对孩子伤害太大 并且西医后续的治疗 对孩子的危害也实在太大 所以 一直拖着没检查 宝宝出生时 身高47厘米 体重3.1公斤 在正常范围内 出生后 前三个月生长还算正常 从三个月后生长缓慢 目前 除身高体重有问题外 智力 行动都正常 请问张医师 是否可以通过原始点治疗 因如何治疗 过去有无这种案例 感恩张医师 补充 迫于家人的压力 还是带孩子做了头部核磁共振 结果显示垂体高度0.25厘米 垂体体积较小 请问张医师 孩子这种情况适不适合通过原始点治疗矮小 职工答复 原始点 在临床时证出 所有疾病 衰老 以及异常 先因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你提出的各种异常指数 并不是造成孩子身体矮小和发育迟缓的根本原因 异常指数只是一个抽象的代名词 这种检查对孩子的发育迟缓没有任何帮助 反而还会给孩子受弱的身体带来极大的伤害 让孩子发育迟缓的根本原因是体伤及热能不足 只要体伤及热能不足得以改善 孩子便可以发育正常 建议你尽快了解原始点理论知识 认清疾病的真相 以增加信心 同时 反复观看手法视频 认清原始点位置 小孩子拥用指腹按推 力度以孩子能承受为最高原则 你需要把头部 颈部及一条脊椎 肩椎 臀部原始点都按开 同时还需要把脸部 鼻子以下 嘴周围换出痛点 用指腹轻轻揉开 帮助牙齿生长 还需要配合外热源温服 温服以孩子温暖舒服为宜 以免高温烫伤孩子 内热源上可以让孩子喝淡参糖 如果孩子还在吃母乳的话 妈妈可以喝姜汤 参糖或姜神汤 并保持温热饮食 少吃含量食物 让母乳变得更温热些 另外 让孩子有适当的运动 如果孩子还不会走路的话 可以让孩子爬行 还需要注意的是 日常生活中 让孩子尽量穿暖和点 避免含量入侵 最好让孩子适度地晒晒太阳 平时和孩子多互动 让孩子有个开心的心情 小孩子的自愈率非常好 如果这些都做到位的话 孩子会恢复得非常快 世界上最伟大的爱便是母爱 你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妈妈 赶快去好好落实原始点吧 自己做出的案例才是最精彩的 加油吧 孩子的康复指日可待 期待你的精彩分享 这个回答的也很好 我觉得重点都有回答到 我们来看这一个提问 他这些就是发展还小的问题 还有没有长牙 这是他目前面临到 然后他再排回到要不要西医检查 他也知道西医的检查对孩子不好 但最后还是妥协了 所以我们看他最后检查出来 也发现一些脑下垂底也有一些问题 那这个到底检查出来对孩子有没有帮助 第一个我们在疾病里衰老都讲得很清楚了 志工也回答的蛮不错的 也就是这些检查出来的抽象数据 事实上不会造成孩子矮小 不是矮小的原因 他不是疾病之音 他是一个现象 那这个现象知不知道其实都无所谓 因为这个现象我说过了 不管体内或体表 我们身体表现出来的只有两种 一个就是疾病 一个就是衰老 生命本身他的过程就是经历 他所有的变化 不会说越来越年轻 越来越从50岁 然后越活越到一二十岁 这种 变年轻 然后热能越来越充足 比 也就年纪越大 比小孩子的热能更充足 那是不可能 所以未来身体的变化 你去检查也是一样 他一定不是疾病 就是衰老两种而已 那既然你知道疾病与衰老 他检查出这个抽象数据 那就是衰老的现象啊 因为他不会像 疾病的症与状 所以他不属于疾病部分 那你检查出一个衰老现象 然后又要付出很多的代价 比如核磁共振 这些断层扫描 我在癌肿瘤都有讲过 它的辐射量 约列有时候约列等于100张S光片 那对于小孩子当然是不好的 所以这个志工也有提出这样的看法来 那至于原始点能否处理这个癌小还有发育太慢的问题 志工也回答了 所有疾病皆因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不只疾病 而且之所以会脑跟病 他的因都是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所以原始点他已经不只在治疗疾病而已 他也可以处理这个发育不全的问题 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了解了这样就已经不会再被吸迷惑 原来你照出来这么多 原来就是检查出一个衰老败坏的现象而已 那你从他长不出牙齿来 还有他长得比较缓慢 你已经看出来了 那为什么还要仪器来帮你说明呢 他讲的也没有你清楚啊 然后脑下垂体你懂嘛 你也不懂 所以其实我一再强调 医学它造体内的跟我们体表是一样的 体表它的变化不外就是老 老跟病只有这两种 那同样体内的也是老跟病 那体内的疾病表现在组织受损 那老表现在异常形态与异常指数 这我在上课都有讲 所以你去检查出一个异常指数来 我想对你也没有帮助 只是更加恐惧而已啊 那真正能帮助你的就是它会缓慢 我们说的这些老跟病不外就是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那就从这两方面下手 那如何下手 如果有推广点帮忙你也好 那如果没有你就上网看位置 刚刚志工都有提到 这一点我就不再多说 所以我认为志工所有的回答应该都蛮正确的 重点也都有回答到 我觉得不错 那就照志工这样讲吧 其他的建议